Hello 大家好 今天到韓國敗家第二GIG 之前說了第一GIG就是PERMERA和ABAPME 兩個都是比較重的品牌 這個影片就改一改了 就到化妝品了 這次就說Azboa、VDVC、VDL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很誇張 但我又想分享給大家聽 又不是經常去 所以就不理3、7、21就搬了一堆東西 之前說過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我有朋友和媽媽去接我的產品 如果他們都接不完的話 就可以用來做博物銷售 我絕對不擔心是用不完的 大家到時如果是博物銷售的話 都可以以一個平衣價錢去試這些產品 還有就是這樣了 沒有同買了 就是這樣了 不如我們現在開始吧 我看到我整桌都是東西 那種感覺真的很誇張 第一個牌子說了Azboa Azboa在明洞真的有很多很多東西 sold out 不如我不知道這個牌子是不是這樣 我猜它是French吧 我隨便讀一個音 讀出來 大家不要介意 在明洞有很多東西 sold out 我之後去了喝理大才能買到多一點的產品 但我都抬了好幾樣東西回來 好幾多東西回來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這些又是全部未用的 因為我打算拍完影片才做一些試色圖 沒有次序 收拾什麼就說什麼 因為回來之後都沒有時間收拾 而且我通常都是拍完影片才收拾到櫃裡 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我用NARS那枝挺喜歡 所以想看看跟類型的有沒有其他品牌比較好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這個我真的走了幾間才有 我要開一開給大家看看 它有一個系列是藍精靈 不過東西已經賣完了 我只是買到這個 因為是LAST ITEM 很喜歡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藍精靈 所以看到又很有親切感下就賣了 就是這個 顏影 我去那時候還有幾盒 我看到五零三七零一就叫它包起來 我覺得顏色都蠻實用 這個可以用來做眼摩或眼摺 這個可以用來整個眼位打底 這個可以加上一點閃粉 我覺得都應該實用 然後呢 它們那邊真的很流行BB Cushion 我之前已經試過LANEAGE和雪花壽 我這次看到ESPRATO也有 但這個就不是它平時的樣子 是一個好像professional line的系列 它這一盒裡面也有多一個review 因為我發現那些BB Cushion是很快用的 所以這個也是SPF50 PA3加的 它就是Protailor這個line Protailor這個line 我想出了沒多久吧 就是BB Cushion的樣子 這一個在Counter上試 我覺得它的顏色都蠻合適 因為它有五個顏色 我好像是這個顏色 顏色都蠻合適 所以我自己想試一下它會不會是好用 還有厚不厚 因為我用雪花壽那個我覺得有點厚 然後呢 這個影片也有很多跟著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cleansing balm 用來卸妝的 我覺得 其實沒有打算買 然後我看到他們做Promotion 這個好像一萬元 Discount之後 初初那兩間都是沒有貨的 因為我想Discount他們就是 就是遊客又會瘋 然後他們地人又會瘋 所以變了是沒有貨的 然後到最後那間就有 我就買了一瓶來試 因為都不是很重 所以OK 試完又告訴大家好不好 如果大家想看試色圖 要等一等我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了 我拍完影片之後 我會慢慢出試色圖 放回Blog Post那裡 大家等一等我,繼續 這個Protailor那條Line 就是他們的Foundation,但這個很不開心 因為沒有我那個顏色,我那個顏色已經 sold out 走了幾間都 sold out,沒辦法 我問我朋友要不要,他說他要 但我就借著你,先用著 我會試了它的質感,可能在家找白面魔女 因為這個顏色是很白的 是這樣的,像白面魔女 試試質感,能不能遮瑕,遮瑕,各樣的 和大家分享完之後,這個就會給我朋友 我朋友應該會接收到我很多 因為這個我是超級超級超級想試 但又是沒有我的顏色賣光 這個就是他們新的Nude Liquid Powder 是很過癮的,SPF34 就是這樣,它的感覺好像是半水半粉 用之前要搖一搖它,它是很水的 然後我看到它很快,掃在我的手上 好像遮瑕,好像很自然,雖然很白 但又是我會在家做白面魔女 然後我分享完之後,這個又會送給我朋友 因為顏色是不適合用的 真的很慘 另外這個顏色我適合用 就是Hydrating Liquid Foundation 那女生就不斷跟我說 這支很保濕的 那我就試試看 因為那兩支Foundation我自己想要的 都沒有我那個顏色,所以就要買這支 那當是多一個質感去跟大家分享 終於有一支是適合我的 然後呢 還有,這個其實叫做Blending Foundation 就是這樣 它就跟它的HIGHLIGHTER和BASE放在一起 那我就問它,什麼來的 它就說用來Blending Foundation 那我不確定我知不知道它說什麼 但是我會上網去找資料 那我初步看過呢 就可以Blending用來做Contour 或者Blending一些可能顏色比較淺的Foundation 你Blending分心它,那就適合你的膚色 有時候去韓國買完 如果大家來試自己不記得了 是怎樣用的,或者很窄 因為它有時候是沒有英文的 這些都好一點有英文 有時候沒有英文很難去研究究究竟是做什麼 不過幸好很多人都在買韓國的東西 可以上網搜尋 那接著呢 去韓國沒理由不買BB Cream 那我就買了這一支 Moisture Firming BB Cream 那我就打算試一下它會不會焗身 顏色怎樣,各樣各樣各樣 試完當然會和大家分享到底要不買 那接著呢,還有一支Highlighter 哎呀,讓我先開一開 大家 bear with me 因為它有點焦字,我要先戒開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Highlighter 我覺得你去到韓國沒理由不買它的Highlighter 因為它們經常喜歡有光澤感 但我不可以說我很喜歡它們的光澤感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比較乾的天氣 好像它們那種光澤感都OK 但是呢,有時候如果香港的天氣 可能會讓人感覺整面油 那所以,我有一點點HESITATION 不過我都照買 那我回來再研究一下怎樣用 或者如何調整一下可以有光澤感 不油 那所以呢,就買了它的Highlighter 是啊,真的很強 然後,還有 不好意思,我太多跟著 這個就是它們的遮瑕膏 就是用來遮眼的 就好像Glow Minerals那樣,兩塊 用了這邊的先,然後用這個 對,用了這邊先,然後用這個 對,那我也很興奮 不知道好不好呢 然後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叫Blush 對,我買了它一粒煙 掛著買它的Foundation 我差點忘記看它的煙 我買了一粒煙,就是橙色的 對,因為我不想選一些 香港經常都買得到的顏色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比較鮮亮一點的橙色 那我用完之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好不好 對,那我發覺好像 很多人都蠻怕橙色的煙 但如果它的調色很適合的話 是OK的,大家不用怕,是OK的 嗯,還有就是買了它的Base 這支就是他們的Face Prime Makeup Booster Long Stay SPF 20 他說Long Stay的,所以我就有點興趣了 就是這樣的 這個當然用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Long Stay 然後買了它的Lose Powder 這個就是Finish Powder 就是這樣的 這個樣子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不知道粉質各方面會不會滑 還有會不會有控油的效果 然後這個就不可能不買的了 我其實目標去買這個 Granding Finish Powder Tone Correct SPF 32 它又有一個掃 我想大家都見過 如果大家熟讀這個韓國的話 它就是撕開了一張東西之後 你一扭,它就會有不同顏色的Powder 在這裡飛出來 然後你混合它來用 那我就想看看它的效果 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一見到就馬上 買買買買買買 對,好瘋 然後我是眼影號 不可以沒有買眼影 那我就選了幾顆 這個顏色,有點橙色的 然後是啡色 還有一個沒有閃的啡色 然後不知道買到多少錢 它又叫我多選一顆 這個眼影 這個我記得我選了早紅色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選了早紅色 因為我經常覺得不用淺 可以特別一點選擇不同的顏色 那我選了這個顏色 沒想到怎樣用 想到告訴大家 然後呢 有它的 這支是什麼來的 Lip Base 對,Lip Base 我覺得好像都挺過癮 它有一個顏色 好像是一個 Lip Concealer 塗完之後再塗一些 Lip Stake 可能那個顏色會出一點 所以我買了 然後我選了它一支 Lip Stake 就是這一支 比較Nude的顏色 因為其實韓國品牌 買鮮色的 我自己鮮色的都有很多 這次反而想買一些Nude色的 你試試看它的質感是怎樣的 另外就買了它這個 Lip Stake 對,是水的 這樣 這個我就買了紅色 因為好像在Counter試的時候 塗出來很漂亮 那我就用完之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眼鏡也是不少的 去韓國 我覺得 這個叫做 Color Painting Waterproof Eye Pencil 我就選了這三支顏色 兩支比較金一點 然後一支是啡 那這些顏色我自己都會用 那試色圖就遲些補給大家 然後呢 說到我斷起 都未說完一個牌子 然後呢 還買了它的掃 掃 掃就買了這一支牙策掃 那又是走了三間才買得到 因為有些已經sold out 那我用過兩次 我就覺得這樣 是蠻好的 但是呢 我呢 就嫌它呢 上Foundation 呢 頭很細 那要掃來掃去掃來掃去 搞了一會兒 那呢 反而我覺得F80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開呢 我覺得它頭大一點 我幾下就搞定了 不過我都會繼續用 看看它跟F80比較 究竟有沒有什麼不同的 Difference 沒有了美音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 對 這個也是用來上Foundation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就是一個不同的設計 那我都想試一下 究竟是否OK 但摸上一些毛就很OK 然後到F80 F80 F80 我就在韓國那邊走那些街 就看不到 那我以為找不到 因為其實店長回答我買東西 然後她說她很燒 MATS Small Face Palette 那我就回答我買 那我以為為什麼不見 然後到最後那幾天 然後才去這個 樂天百貨的9樓和10樓 那終於被我找到它的櫃 那就馬上摸上去 還要是沒有人 還要是沒有人 所以馬上燒自己一袋 那我就買了一些東西 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 Small Face Palette 我買了一袋給店長 因為她要了 她真的燒得很厲害 然後我自己也買了一袋 那女生就跟我說 沒得選擇 那我就不緊要了 那就照樣試 那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慢慢推出來 那我有四樣東西 一個是Compact Powder 一個是Highlight 然後有個胭脂 還有一個Bronzer 就是這樣的 那香港賣就好像 我聽店長說買一千塊 那邊就 82元美金 我記得我先說了 82元美金 然後再 如果用這個 Platinum Visa Card 就有15% 所以算出來是划算的 如果你去的話 你對這個牌子有興趣 你也可以想想買不買 然後我看過女生多好 所以我就光顧她 那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她說新出的那個 這個叫做Makeup Starler 她就慢慢叫我買這個 她說這個很好 這個新出的 那我OKOK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是 怎樣推 對了 這樣 對 耶 上面那層推得很夠 糟了 不會開 對了 上面就是這樣的 有些Mini掃 然後推開第一層 這個應該是粉 我沒有記錯 然後有眼影 下面有Lip and Cheek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喜歡Cream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會很噁心 然後你弄到整個Palette你都不想要 但姐姐說真的很漂亮 你買吧,這個真的很好推介 所以算了,買吧,最多我不用這個 我會做試色圖給大家 希望好用,而且不會太噁心 因為尿得太噁心,通常都是 令我對整個Palette的感覺都不太好 然後呢,買了這個 叫做Perfect Face Glow Primer 也是有個Glue的 有幾款選擇,姐姐就叫我買這個 因為適合我的Skin Tone 用完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這個Glue Foundation 因為我之前也有提供 想我試VDVC的Foundation 那我就去過香港的Counter 他們就這個沒有貨,那個沒有貨 那我就沒有買到 然後去到韓國呢 它有貨,也可以慢慢試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枝 它又有我的Color 選了這一枝,看看好不好用 還有其他東西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它有四枝 我看到超興奮 我買了兩枝 我之前不是分享過 我很喜歡用Laura Mercier的 這枝Cavier Stick 用來做眼妝 它有類似的 它有四枝 另外兩枝就是閃 這個顏色,但是閃的 還有這個顏色,閃的 因為Laura Mercier那些 都是比較閃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 反而這兩個是Matte 我買了回來 打算看看這個 會不會有Laura Mercier那枝Cavier Stick 那麼好用 就是兩條Eye Shadow Stick 然後呢 這枝是不是送的呢 這枝是送的 其實它們送很多Sample 不過我不拍給大家看 如果不是會很久的 那這枝是送的 我以為自己買的 Liquid Eyeliner 送的 還有呢 我就選了一枝Lipstick 另外我都選多了一枝給媽媽 但已經給了媽媽 那我自己就選了這一枝 因為在Espera買過一枝 就比較純色一些 所以在Vidifici這裡 我就買了一枝很鮮色 很韓梅的一個 一個Color 到這個影片 最後想分享的一個品牌 就是VDL VDL其實走... 我想說Tokyo 走首爾也有很多Counter 大家自己都可以去看看 不過又是有很多東西 都是送的 還有我去那兩間的Sales都一般 所以我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一枝掃 又是Foundation的掃 但是這個呢 頭就有點特別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買回來試試看 究竟是有沒有用 還有是否容易用 最重要是否容易用 然後呢 我又買了一枝Mascara 對 這個很有趣 它說是一個Defined Circle Mascara 好像你... 它說那個效果好像你戴了大眼仔 但我又想為什麼會戴了大眼仔 大家都知道戴了大眼仔 對眼睛的瞳孔會好像大了 然後眼睛相對地又大了 所以我想應該是它塗了Mascara之後的效果呢 就是你不用戴大眼仔 對眼都會大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麼神奇 我猜的 然後呢 我就買了它... 有一個是網友... 就是我上網做Research的時候 看到一些網友在推介的 就是這個... Luminear Primer 真的讀不讀... Luminear Primer 大家忍耐我一會兒 我還未病好 所以... 鼻子也是有點濕的 就是這樣了 是一個Primer 應該有一點光澤感那類的Primer 因為韓國都比較流行光澤感的樣子 所以它有很多Primer裡面都有鮮粉 我還未肯定我喜歡不喜歡 但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買了這個 之前在G Market我都看過的 但那時候有很多產品 所以沒有買到 那這個就很有趣 我覺得 就是... 這樣的 那... 你在這裡 那些粉底 還是BB Cream 那你就用這個Puff去上 然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遮瑕 這個就是一個... 是不是... Eye Brightener 他說 那這個就塗嘴 這個塗眼裡 所以要試一下 我覺得它這樣一... 都蠻方便 如果是適合用的話 都蠻不錯的 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Puff 給你換 所以是goodgoodgood 好興奮 嗯... 然後還有... 我看它都有Skin Care 那... 選了一支 Hydrating Essence Hydrating Essence 對... 我通常買的 跟保濕是離不開的 對... 選了一支正路一點的 Hydrating Essence 用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今次去呢 我就買了很多他們的lipstick 首先分享一下... 這期都比較熱滿的... 就是這個... 三色的lipstick 對... 這樣子的... 他們就說... 很容易做到韓國的咬唇妝了... 對... 因為... 肉色那邊是外面 鮮色那邊是外面 然後畫幾下就完成 我還未用 不知道 為什麼會買這麼多呢? 其實它好像有幾個顏色 它就跟我說買三送一 所以我就買了四個顏色回來了 這個我會做試色圖 還有上咀的圖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快做到咬唇妝 如果是就正 因為... 如果平時要做咬唇妝 我覺得有點麻煩 正常... 即是你上班、上學的人 不會有這樣的心機 但如果你說一支可以做到的話 我覺得是絕對好的 然後買了兩支lipstick 一支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支就是這樣 是不是都很韓國 對... 都是鮮色的 我覺得都適合春夏天 所以... 那就是我買了兩支 看看質感是怎樣 而且我發現我用韓國的lipstick 是不會怎樣敏感的 我想它裡面有某些成份 是跟外國不同的 所以我沒有敏感 所以我用韓國的lipstick 都很放心 都很放心去試 那我這些呢 試完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講到差不多團氣了 第二支就講完了 下一支就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啦... 下次再講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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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